他是一个犯罪的人 我们要学他 这个犯罪的人 不是学他犯罪 要讲清楚 要学他 当他被关在牢里的时候 以前的国王比较有智慧的 不像现在我们关着还给他享受 关着的人我们应该 就像有的法师 他会到监狱里面去红法教化众生 要做这件事情 那去叫他做什么 那个监狱里面有些人 他还是很专心听法 有的人不太专心 他只想出来 那这个法师 他去红监狱里面 红法师就叫他们什么 那这个监狱里面 其中有一个人 他听了以后就很受用 那法师在上面说 对于色美色 或者说自己的身体的强壮 还是说对女孩子 对男生帅哥美女 我们如果看着他的美女 看着他帅哥 然后就爱上这个美女帅哥的话 你心爱着这个对象 或者爱着你自己很帅很美的话 那你就被他绑住 当你被他绑住以后 你就永远受苦 那你绑在系列的想着外面这个东西 你自己所有一切 你内在通通被绑住 你的烦恼就一大堆 那断不了了 当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永远舒服 那最好是怎么样 最好是你看清楚那些外面 还有自己本身这些帅哥美女 这个东西 没有个实在的东西 他的过犯很大 以后轮回不停 所以你不要去绑他 不要系伍他 因为他这个犯罪人 他受刑人一听对 有道理有道理 他就开始关这个 当他行起满的时候 出狱的时候 他的朋友们都跟他恭喜 哇你行起满了 得到自由了 他就很有智慧的跟大家讲 我没有得到自由 为什么 因为我还爱着世间的欲望 我还爱着我的生理 我还爱着美女 那我还爱这些美女 爱着这种欲望的时候 我就被这些绑住了 被这些绑住以后 我自由吗 虽然我从监狼里面出来 看起来自由 事实上我又没有得到自由 后来他怎么办 他就去出家了 他一出家以后 他已经看到这个法了 所以他出家以后 他就很精进用功 也是曾阿罗汉 好不好 太好了 所以他看到 欲不禁法 若为大患 出家为要 修行正果 曾阿罗汉 得解脱 真的从这个五蕴身心 解脱出来 得到自由之在 希望我们能够 今生来世 能够把握这个因缘 看到欲不禁法 若为大患 能够出家 修行曾阿罗汉 解脱为要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吧 我们继续讲 离苦得乐的妙法 欲不禁法 若为大患 出离为要 我们知道欲的过患 我们应当离 应当舍 那事实上 那事实上 在阿罗汉经里面 提到一个 佛陀跟阿难尊者两个 有次在路上走的时候 看到有两个老夫妇 很老了 那看了以后 他们在那个粪堆那边 那边烧那些粪 有时候牛拉出来的那个粪 干掉以后是可以烧的 然后再烧粪取染 那男的看女的 女的看男的 两个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两个看的 我爱在那里 难分难解 那看到这样的时候 佛陀就笑一笑 阿难尊者看到 佛陀在笑的时候 就知道 世尊他一定有姻缘 否则佛陀不随便笑的 也知道 在那个地方 是不能问法的 因为不是问法的地方 所以当阿难尊者 回到金色区以后 就跟佛陀请法说 世尊啊 在伴侏上 你看到两个人 那一对夫妇 你为什么笑呢 那佛陀就说 你看到他们两个 实在是很可惜 为什么可惜呢 因为他们两个 事实上 他可以证阿罗汉 也可以证三果 阿那罕 也可以证二果 四多环 也可以证出果 虚多环 他们如果在家的话 他们也可以 精进努力的话 他们也可以 做到我们全城 这个城里面的 第一富翁 那如果是 壮点的时候 也可以做第二富翁 终点的时候 认真的话 也可以做 第三富翁 如果 也可以证到 刚老的时候 如果还很努力赚钱的话 还可以 是我们城里面 第四个富翁 那为什么他们 在家也没有成为 第一首富 也不是第二富 第三富 第四富 那也没有出家 成虚头环 四头环 阿那罕 阿罗汉 都没有 在家功德 出家功德 统统没有 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们两个 注重欲望 他们只迷惑在 男女之狱里面 没有精进要修行 没有精进要赚钱 工作 所以他们沉醉在 男女之狱里面 你看两个七老八老了 还在那边 你看我 我看你爱的难分难舍 所以你看 男女之狱的过犯多大 阿南之狱的 世尊所言 盛世 真的还是这样 我们如果再看到 社会上也是一样 夫妻之间 如果感情好到不得了 如交如期 一面工作 还一面能够想太太吗 一面工作 一面想太太 还能够做成事情吗 那真的问题就很大 那这里面我们知道 中国古代社会是 男主外 女主内 那现在时代是 男女通通主外 那内呢 内就从外老 从外国进口来 照顾自己的宝宝 那实在是很辛苦 但是 这个里面就出现很多问题 那当然这不是我们讨论换围 不过我们要讲的是 男女之欲以当舍 来出家修行为要 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的 所谓你看到 欲不进法 肉为大患 出礼为要 那欲当然 就像一开始像 那个树藤 刚开始是一定都是 让你很快乐 那叫五欲之乐 那种东西像 有一个大树 很大的树 那个大树它可以辟印 很多的地方 能够得到清凉了 那有一天 有一只鸟 它去吃了一个葛藤 的那个种子 吃了以后 鸟吃了以后 在这个大树的旁边 拉大便 大便拉下以后 那个种子掉在那里 因为种子不会消化 所以掉在那边的时候 这个大树看到这个种子 吓坏了 为什么 它知道这个种子 如果让它长成葛藤的话 附在我身上 以后我会被它绑死 所以就很担心 一直要想把它弄走 但是树不会弄走的 树只是担心 不过其他旁边的那些树 就跟它讲说 不会啦 那个没什么 风吹日晒 还是 很快它就死了 坏了 那这样讲以后 那个大树就比较放心一点 但是一天过了 两天过了 下起雨来了以后 种子并没有被吃掉 也没有被鸟吃掉 也没有被风吹走 就开始发芽 发芽以后 这个葛藤的种子 就慢慢长出来 长出来以后 就靠在那个大树上 本来还会怕它 但是这个葛藤 附在这个大树上的时候 这个大树觉得 那个葛藤是很柔软的 小小的那个葛藤很柔软 他觉得这个葛藤也不错 就慢慢喜欢上这个葛藤 那个葛藤 当然是绕着这个树 树干绕绕绕绕绕 绕着它的整个树 都盖着秘密的 长着秘密的 依附在这个大树上 粘在一起 对不对 粘在一起 越长越密 到最后这个树都不见了 为什么 被葛藤包住了 后来结论当然是这个大树 就被葛藤束缚而死 这是什么道理 大树早知道是这个葛藤 以后会束 让它长大会束缚 但是这个葛藤 当它依附在这个大树上的时候 竟然它已经忘记它的危险 而且很喜欢它 等它长大的时候 就把它束缚 这就像什么 我们有智慧的人 我们知道我现在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帅哥 看到这个美女 看到的时候觉得 那么多人在争这个 我如果去跟他争的时候 我这种东西 以后会被人家宰被人家杀 会夺人手爱 会挡人财入 这个都会很大的问题的 但是这样的情况之后 我不要去参与到这种事情 不过最初 我当初这种决定 这种信念 我没有好好把它断除掉 后来当人家来接近我的时候 我就跟他在一起 刚开始会觉得很快乐 久而久之就忘记那个危险 到最后等心中的欲望越来越大 越仰越大 越仰越大 就像那个嘎嘎 这种欲望 越仰越大 大到最后没办法控制的时候 就死在这种欲望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那种 当大哥级的 他很多大哥级的 我们如果以正常来讲 一个女孩子 她见到这种大哥级的 你跟这种黑色味玩的 你跟他在一起 你不是很危险吗 他死了你也没依靠 他没死 你这个当老婆的 有时候会被人家杀 对不对 颇及无辜 你知道这个时候 不能跟他在一起 但是这个大哥跟你田野蜜蜜 你就一手栽进去 他的田野蜜里面 然后做他的小老婆 大老婆做他太太 那久而久之累 那不是死了吗 所以一刚开始 我们人会注意到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么多 我们注意到的 不要被这个欲望拖着走 你要看清楚远离 就像那个大树 它要赶快远离 那个葛藤的种子 不远离它 被它附上来 你要死了 所以心中的那个欲望 也要先把它洗面掉 要洗面就是先远离在家 然后到出家里好好修 出家里面也是要远离的 这个是要小心的 佛斗还有很多比喻 欲如糖衣毒药 好像那个毒药外面包着那个糖衣 你吃那个糖衣 有糖衣的毒药 不想那是毒 以为那是很快乐的一个糖果 结果先甜后苦 先是中毒而死 这个我们如果看到 几年前 那个桃园县长 到最后死于非命 在公管官邸里面 还被人家打死 我们虽然不晓得 他的原因没有调查出来 但是我们想到的 这个里面都一定是党人才入了 都是这一类的事情 世间里面的事情 这一类事情都跑不掉 如果在警察机关调查 就是财杀 情杀 仇杀 结这种愿 为什么都跟欲望有关系 情杀是难你之欲 财杀是为钱财 财社财社 那在这个地方结怨 在仇杀 世界里面这样好玩 所以我们在这个题目 这个主题一开始讲 在家快乐还是出家快乐 当然是出家快乐 在家一大堆苦恼的人 像这种 还有完有了吗 没完没了 所以看起来有欲望 一开始好像快乐 事实上它是苦的 所以我们要谨记在心 好 那欲望就像什么 欲望就像幻化的东西 那我们在荷丸山 看到雪 你去玩雪好像很快乐 但是太阳一出了 那些雪都不见了 快乐的东西在哪里 不在哪里 像雪融化掉了 抓不住 拥有不得 所以你看 我们如果在家的话 你从恋爱的时候 刚开始甜甜蜜蜜的 但是恋爱的那个 一刚开始那个甜蜜 好像我们经济学上的 那个边际 边际效益 一刚开始好像很慢 但是一下子马上升高起来 当你恋爱进入状况 就快乐好像边际效益 那种边际贡献 一下马上升上来 但是再来边际递减 到最后是负的 到最后是负的 这样一下马上掉下去 那这个就像那个 玉乳幻化 如日消雪 那个雪马上再 见到太阳马上融化掉 恋爱刚开始甜甜蜜蜜 进入到恋爱的末期 要进婚姻的时候 那个开始吵吵闹闹的 然后恋爱到婚姻 婚姻是恋爱的伏幕 开始没好日子过 所以已经结婚了 你有你的责任 还没有结婚的 最好出家吧 欲不尽法 若为大范 处理为要 这个要掌握住 那你才不会到最后 当你结婚的时候 才发现一大堆问题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回不当初 听大事实的 说法的法语 不是我讲 这是佛头说的 佛头出自在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还没有结婚的 赶快出家吧 好好休息 出家不是靠佛头吃饭 出家是休息求解脱的 这个一定要千万万记得 五玉里面 它不真实 好像画那个瓶子 一个瓶子画得很美 但是那个里面 其实放的东西是不清净的 这个东西很实际的 我们看男的看美女 女的看帅哥 你不要以为他外表长得很帅 外表长得很美 里面东西是不清洁 曾经有一个红法法师 她是一个已经有得到的高僧 她在说法的时候 有一个女众就来闹场 那是一个妓女院的女众 她是全妓女院里面 最美最有吸引力的 她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最美的 身上某的香水化妆品 装扮的樱落珠宝 挂得叮叮当当的一大堆 那本来就已经骨架子 外表很美了 这个时候弄得更美 她去那个 红法法师的那个地方 就一出现的时候 大家的心本来都很专心 在听法师红法 但是众生的欲望 没办法止息 看到这个美女 马上目光心都跑到那边去了 那红法师知道 这个美女 这个女众 她来 那个人家是 那个末老道人心 那你老乱道人 修行不好 你老乱大家文法 你自己本身没有智慧 而且罪过很大 所以这个 这个法师也是很慈悲 她是得到高中 她有神通 她就 叫大家要专心 不要理那个外缘 专心听法 但是众生没办法 没办法这样专心 还是心 闻到那个女众的香水味 还是放到那个女众身上 这时候 红法法师 这个法师就 要运用神通 来度化众生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就把这个女众 劝这个女众 你离开吧 那女众不离开 还在那边 教声应语 要大家注意她 不要听法师红法 障碍这个法师说法 这个法师 就是要用神通 让大家看看 这个女众身体什么状况 那就用借着神通力 让大家的肉眼 能够看到 这个女众身体里面 五脏六腑 你如果看到一个人 她的皮肤里面 是五脏六腑 这是头发 这个是眼珠子 这个是骨头 直接可以看得到骨头 像X光症照过去 看得到骨头 看到牙齿 看到里面的肉 看到血液 看到心肝 皮肺 而且看到尿在这里 底下 看得到 混变在肛门那里 看得到肠子这样绕绕去 你看到这样的美女帅哥 你还会爱她吗 当然不会爱了 因为你看到她的实在东西 你还会爱她 这个三脏法师没办法 只有用这个方法 让她见到这个真相 结果一看到这个真相以后 大家心就 欲望的心就停下来了 不会再把心放在这个美女身上 不会了 那这个美女 吸引不了大家 而且自己也看到自己这个 从胭脂粉抹下去 都看到自己很美了 一看到自己里面的这种真相 啊 求这个三脏法师 求这个有三名 神通的法师 求她 饶了她吧 你赶快让我再恢复原来的样子 她还是爱自己 所以我们平常里面 也要有能够学会看到这个 但是我们事实上 在家中来讲 其实很难 在家 其实都是在这个五一六层里面这样 所以佛陀为什么讲 欲不禁法 肉为大饭 处理为药 这些都是不真实 应当舍 应当能够看破方向 所以我们当了解到这个以后 我们应当学智慧 了达这些 那所以我们平常里面 我们即使出家 在家 我们应当注意到 男女之欲跟财物这些 我们应该像佛者跟安然尊者一样 他们的智慧 能够借着他们的这种智慧之光 引到我们的心中来 让我们的心中有智慧 有光明 然后能够 心中有智慧有光明 我们透过我们的心眼 看到我们世界一切 这样我们就能够不会迷惑在上面 所以安然尊者跟佛者有一次 在路上走路走路的时候 看到路上有黄金 那佛者就跟安然尊者讲毒蛇 意思就是黄金就是毒蛇 安然尊者当然知道佛的意思 而且平常都有熏修佛法 所以安然尊者是多文第一 那听到这个就说那是毒蛇 没错 然后他们两个走过去以后 旁边在种田的那个农夫 听到这件事情 就看对哦 真的有个东西在那边 那是黄金 怎么是毒蛇 那师尊你不要黄金 我要 就把他带走 拿回家去以后 拿了一些黄金去变卖 然后盖了房子 那周围的邻居觉得这个人 是穷光蛋 怎么会突然间变成大富贵的人 就了解以后 原来他是路上捡到黄金 当时的法律 路上捡到东西都是国家的 都是国王的 就去报官府 官府就把他抓了 人家路不时宜 你捡到东西 还把他当自己的 就把他送官府法办 这时候 那个 义伯博社 这是法官义伯博社 听到问他以后 说哦 原来是佛陀 有讲这是毒蛇 他自己也知道 哦原来那是毒蛇 所以当他看到这种情形 这个人 他才知道佛陀真的是大智慧者 这个虽然是 当时的法律规定是这样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 在我们这个时代 也是要注意的 你在路上看到什么东西 不要随便讲 在台湾也好 在外国也好 你一检以后 那个出现问题 人家后面就有人来追你 那个就像 种鸟禁足 要吃 那里面的小肉块 那个鸟 他嘴巴含着一块肉块的时候 其他的鸟要来 抢这块肉块 他不是直接 抓你这块肉 是把你这个鸟脖子这样跟它阻 阻到它受伤以后 鸟的口中在一块肉掉下来之后 就把它咬走 鸟是不是要先受伤 对吗 我们如果得到的什么财色 名利 那会被人家抢走了 观察上特别明显 对不对 对吗 观察上特别明显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要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不要去跟人家争这些东西 欲不进法肉为大患 处理为要 应当守 那这个地方 还有 男女之一是特别明显的 财色名利 那以前有一个国王 他要出征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王位交给他的弟弟 那让弟弟看管王位 处理国家大事 好那国王就出征了 这个弟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那个哥哥这个国王所交代的事情 他又不能不遵守 所以他代管的时候 他先把自己的男性性器官 先割下来淹掉 为什么 因为他有智慧 他看得到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当他做这个事情以后 占代王位 结果他哥哥的那个嫂嫂 他的嫂嫂 他哥哥的太太王妃 很喜欢这个弟弟 趁着哥哥 趁着丈夫不在的时候 要跟他和好 当然当弟弟的人 是个很正义的人 他是优婆色 他就跟他讲不行 不可以做这种事情 这个王妃恼羞成怒 然后当丈夫 当这个哥哥回来的时候 就跟他用个外表 缝头过面 跟这个国王讲说 你的弟弟 站在王位的时候 侮辱我 让我这样 活不下去 我受到侮辱 受到羞辱 你要替我做主 哥哥很生气 哪一个人喜欢被带 哪一个人喜欢被自己的太太被侮辱了 所以就要把这个弟弟猝死 弟弟说你等一下等一下 为什么 你先看看这样是什么东西 就拿着他把自己的男性心机关割下来 给他看 在你出生的时候 我就已经先把他割下来 因为我知道以后会发生这种事情 有的女人 她的欲望很强 她会想要来跟我在一起 那我不愿意这样 所以我先处理这个事情 我要证明我的清白 哥哥 才知道我原来如此 差点误畏我的弟弟 这个王妃太坏了 自己得不到还想要把你害死 要借着我的手害死你 这个把他拿去猝死 反而要猝死这个王妃 那后来这个弟弟 有恢复这个男性心器官 照说这个男性心器官 这个身体割掉 这个割掉以后要恢复很难 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后来有一次王宫里面 有一头牛要被抓去阉割的时候 他跟人家说不要阉割他 因为他自己已经没有男性心器官 他知道如果被割掉的话 是很苦的 所以他就用他的权力 还有钱把他买下来 不让他被割掉 后来他的身体的男性心器官 就慢慢再长出来 这是县世的果报 就有这种果报 我们的业力里面很强的时候 会产生这种作用的 个人的音源不一样 不过在这个国王的弟弟当中 他割他的男性心器官 是在避免后面发生这种音源 他在这个当中 他又能够救众生 不会被割掉 牛 不会被割掉他牛的心器官 所以他后来自己的男性心器官 也能恢复过来 县世里面就有这种英国业报 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平常里面 我们要注意的 业报是一件事情 然后另外欲不进法 若为导犯处理为要 这是我们要好好守护的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 去注意这件事情 佛陀的 当时的比丘们 曾经去跟外道们论法 当然佛陀的弟子们 跟外道论法都是君子之论 他们不会吵吵闹闹 那论的时候 有时候弟子们 还没有证果的人 他论没有什么输赢了 那后来见佛陀 那佛陀就跟他们讲 这个欲 这个问题 欲不进法 漏尾道万 出离为要 就讲这个 那怎么观 我们 现在大家 我在讲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随 这个阴生 也可以这样观法 好吗 好 那 欲有什么 什么叫做欲 欲不进法 欲慰 欲慰有什么过患 那为什么要舍离 怎么样舍离 那什么叫做欲慰 好 欲慰的情形就是 我们对于财色 名利 这些 当财色名十岁 这些第五条 跟这些东西 当我们对他 起喜爱心的时候 喜爱快乐心 有喜乐心的时候 那叫做胃酌 好像我们用胃经 一样 用胃术一样 你用这个东西 你会觉得喜乐 那你对这个五欲 这些东西 你有喜乐心 你就是胃欲 染酌 有喜乐心 如果你能够看到 他的欲的过患 那你就会舍离他 断续这种贪欲 对欲望的贪爱 那就是 那个处理 那你看到这个 欲有什么过患 第一个 你看我们在家 这种来讲 是不是你要 得到一份好的工作 赚到一点钱 你就要忙忙碌碌 要培养很多的技能 从幼稚园读才艺班 到小学 你要搞第一名 还要补习 到中学 你要跟人家学测 到高中 你要学测 你到大学 要争破头 大学还能不能毕业 现在又要念硕士班 博士班 要学很多技能 是不是很辛苦 辛辛苦苦你毕业 这些社会一个月赚个几万块 不是很辛苦吗 那这个为了这一点欲望 很辛苦 这是不是一种过患 对是一种过患 好再来 学这么多 你找得到工作吗 找到好好的薪水吗 不一定 现在很多硕士博士 也都去做庆道夫的 对不对 是不是很辛苦 这个叫求不得苦 好 好 去找不到工作很辛苦 即使你找到工作 你做了一点事业 很累很累了 要花很多时间精力 体力熬夜 忙得一团团转 是不是很累 很辛苦 这是为了得到这一点欲望 他的过患 好 那当你得到 即使当你赚到钱 赚到 做大事业 做总统 做县市长 你这些 你是怕人家抢你的名 抢你的立 抢你的太太 抢你的女儿 是不是很辛苦 很辛苦 是不是有这欲望 以后很苦恼 很苦恼 这叫不畏苦 这叫不畏苦 好 那 在争这些名利 没有一个人 对他的欲望 是能够满足的 所以为了这个欲望 会你争我夺 你杀 我抢 用尽武打 或者文攻 用这种方法 那是不是结怨 是怨真慰苦 对啊 怨真慰苦 所以这样的欲望好吗 一点都不好 怎么办 其滅这个谈欲吧 这叫做出离 所以我们叫欲慰欲患 欲出离 所以这就是我们欲不进法 肉为大饭 出离为要 就是我们讲的三句 这是佛所说的 你这样能够体会了吗 好 能够体会吧 你更深层的观 刚刚是讲财富名利 现在我们讲男女之色 当我们看到一个女生 男众看到一个女生 女众看到一个男生 你看到这个男生 美女在一个时候 你是不是起一个喜乐心啊 想要跟他在一起啊 起一个喜乐心 想要跟他在一起 这个叫做色位 男女之色的色 色位 那这时候你是不是 要用尽方法 用尽各种手段 跟他亲近接近 写信 上email 还有用各种方法 能够跟他交往上去 一交往上去以后 好像很快乐 不过慢慢的你发现 你这个男朋友 女朋友或者先生太太 渐渐的老了 渐渐老了 生病了 生病的时候 你看那个年老色衰 或者生病 头发白 牙齿掉 皮肤皱褶 老眼昏花 你原来的美女帅哥去哪里了 不见了 那生病的时候 要人家服事 你是不是也是很累的 一个人照顾自己 很轻松 要照顾悲惨 还有自己 他老你也老 这时候都很累了 你要有这种远见 看得到未来 你看到这个过患了吗 看到这个过患了 然后你看到你所喜爱的对象 已经老了 老太人中 生病的时候 到时候可能 卧在床上 哀嚎 痛苦 还对你发脾气 你会看到这个情景吗 看到了 这时候原来的美女帅哥去哪里了 不见了 你是不是看到过患 我好累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有爱别离苦 他如果发脾气的时候 你还有怨症会苦 你希望 能够恢复以前 甜甜蜜蜜 求不得苦 那不是很累吗 对呀 当然很累 而且这个欲望 这个还可能会 又另外生起其他欲望 这个欲望也是无常的 不要说 这个大太太 把他离婚掉 再去娶一个小老婆 或者说大太太死了 再去另外找一个人来结婚 那也不是 欲望 不晓得你 欲望 生起揽着在上面 又忘了他的过患 不晓得要处理 那如果能够 熄灭这个欲望的话 那不是很清静 解脱自在吗 对呀 所以你看得到未来的话 现在就不要做 就先走你 出家为要 就出离以后 出家修行 这个看到这个 对不对 你能够能够看到 这个 你所喜爱的美女帅哥 他死的时候 我们台湾是差不多七天之内 现在都烧掉了 你看不到那些恐怖的情形 如果你能够看到 人死的又是什么情况 你先想 我以前所爱的美女帅哥 到底是什么样子 不好不好 怎么样子知道吗 七天之内 他的身体就膨胀起来 不像你现在所看到的人 曾经有一个美女 她死的时候很美 但是她放在那个棺材里面 那棺材用那个压克力板 把它封起来 上面已经盖住了 但是尸体死的时候 它在膨胀的时候有湿 有湿臭 膨胀的时候 有泄气 泄气的时候 那个做障礼射 他要把它撬开来看看 再重新把它封起来 当那个撬开的时候 那个湿臭很臭 溢出来那个臭味 藏气色的人 差点被他熏死 因为他有毒的 然后当他撬开来的时候 这个藏气色的人 他一看 原来那个美女怎么不见了 因为发臭了 那个尸体已经膨胀了 膨胀以后 再来就 他从此以后 不再觉得世间有美女 他看到这种情形 你会看到 他再下来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跟他 处理掉的话 狗啦 猫啦 这些动物啦 如果在放掉以外 就是有狼啦 有众生来吃 鸟来吃这些尸体的 那吃这些尸体 吃了以后 你会看到 剩下半个样子 你会看到 原来那个美女帅 跟这些男女不见了 那再来继续吃的话 剩下骨头 骨头上面有血的 那没吗 不没 再来 你会看到 他只是剩下筋 我们身上的筋 跟骨头连在一起 一点都不没 再看下去 那个筋 风吹日在 也断了 骨头都散着各地 哪有一个人在那里 那再晒下去 那个骨头是跟土 石头是一样的颜色 再晒下去 它就是 那个风吹日在 也都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原来的人 在哪里 空无所有 不见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没有什么可爱的 应该从这里面处理 所以我们了解到 这个欲不进法 肉为大饭 出离为药 能够出价修行 这是我们今生来是应该要办的 给自己发这个愿 所以我们 晚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一个愿 出离心的愿 好吗 我们上次讲的 难头尊者的那个例子 人生不足贵 天受 敬意上 地狱痛酸苦 唯有烈盘乐 你如果每天 下午 每天晚上 你把这个 除了你正常的木课之外 你再念这一首记 这样念的时候 你就会记得 我天天要处理 不要晚上睡觉的时候 想的太多欲望 那做梦 都是梦见这些 很累很累 好 那你常常念这个记 你就会求解脱 唯有内盘乐 因为地狱通酸苦 好 所以我们当舍离这些 那在我们的感受里面 你看到 我们当我们平常 六根对六成的时候 我们会起快乐的感受 快乐感受生起来的时候 没有苦 没有不苦不乐 那有时候 六根对六成的时候 起苦受 这个时候没有快乐 也没有不苦不乐 六根对六成的时候 起的不苦不乐的时候 没有苦也没有乐 那这个时候 你看到这些 你如果喜欢上 那个快乐的时候 那你就是 懒着在这个感受上 这时候患到 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刚吃的时候快乐 对 那时候没有苦 没有不苦不乐 在吃东西 在吃下去的时候 渐渐的边境地减 这时候没有苦 没有乐 这时候快乐不见了 也没有痛苦 这时候再吃下去 没有人会吃刚好 吃过头 吃太饱 吃吃苦 一点都没有快乐 也没有不苦不乐 所以 吃的时候 吃东西的时候 也会有这些 所以你看到 他的过犯了 从热到不苦不乐 到苦 那不吃的时候 像现在没有吃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轻松 对不对 但是在这种快乐之下 再等一下 不苦不乐 再等一下 又是苦 因为饥饿了 饿的要命 饥饿的苦 所以在这当中 你看到 这个快乐 原来也会变直的 也会生生命命的 所以 一点都不可爱 那这时候 对于平常的快乐 你不要贪爱 你不要贪爱 你要舍 那能够舍掉 这些贪爱的时候 舍掉这些贪爱的快乐 因为有快乐的感受 你就会有 不苦不乐 也会有苦 苦你避免不了 你就应当要舍掉 那个对贪爱的热受 对那个热受的贪爱 能够舍掉这个 你就想到 我有这个身体 才有这些快乐的感受 也有不苦不乐感受 也有苦的感受 所以我不要贪爱这个身体 那能够舍掉这个身体 舍掉热受 舍掉 就可以舍掉苦受 这个叫做 修行舍掉贪欲 我们刚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一段 我们对财富名利 我们看到他 财富名利的染拙 也看到他的过犯 也看到 舍足这个的话 那你就快乐了 就自由自在 你又对于男色女色 帅哥美女 你看到染拙以后的过犯 你也看到 那个 不染拙 不贪欲 男色女色的话 的快乐 真正的快乐 你也看到这个 那个快乐跟痛苦的感受 你也看到不苦不乐的这种变化 你就不会染拙在上面 你就去除这种贪欲 那你就得到自由自在 所以 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以后 我们可以 在家很难 当然也要修 但是今生来日都一定要出家 出家以后 能够离苦得乐 从这个地方开始修起 这是佛陀告诉我们的 我们要把握住这个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 应当要注意到的事情 以旧男众来讲 我们应当要知道的 在世间里面 有很多的 一些状况 我们要注意的 有一些社会上 有一些女众是不好的 对不好的那种女众 我们应当要保持距离 而且你要先知道这些 佛陀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先知道一下 那佛陀怎么提醒我们 佛陀告诉我们 有些女人 她用五个方法来绑男人 五个方法绑男人 你要知道 你知道你要 你才不会被她绑住 第一个 她弹琴 弹吉他 吹箫 吹笛子 用各种音乐的方法 来吸引你 唱歌 来吸引你 来绑你 绑你这个男众 那有的用跳舞 用跳舞 用跳舞舞动 她的身体 让你觉得她很美 来动你的心 第三个是 用才艺 用技 我们讲日本有那种技 她是有那种才艺的那种 她用那种技 师子歌赋 来吸引你 第四个 她是用那种饮酒做乐 她会跟你吃饭 看电影 用那种饮酒做乐来 吸引你 吸引你的心 第五个 用嘻嘻哈哈 那种笑 欢笑 来动你的心 你开始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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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吸引你的心 第二个 她好像很可怜 体体哭哭的 来吸引你的心 来动你的心 第七个 她会用各种方法来 来 诱拐你 比如说 她会把自己装得很可怜 楚楚可怜 男生喜欢当英雄 女生就用这种 出出可怜的样子 来吸引你 动你的 保护她的心 动你这个心以后 你就动心 就跟她在一起 长求方疑 还用苦肉计 有的 你知道她的伎俩 你不要理她 她就叫孩子 叫她的弟弟 来找你 来问你的学问 问你法 然后来跟你接近 有这种情形 千奇百怪 所以有的会用这些方法 来吸引你 来动你的 对她的爱欲心 那第八个 她会用各种的幻素 来装眼她的身体 来吸引你 这幻素是什么 幻素的话 就现在来讲 她就是化妆 美容 做头发 染头发 纹眉 纹睫毛 做脸 弄着身材 穿衣服 打扮 来吸引你 甚至连外面的皮包 装饰品 这些通通来吸引你 然后从头发到脚底 抹脚趾油 抹手指油 都是要吸引你的 那你做男的不要上当 做笔丘也不要上当 这些我们 我们理解 同情 了解 慈悲 但是我们不上当 我们更要度众生 离苦得乐 你看这个众生就是这样 这女孩子有些地方 她用这种来吸引你 所以我们要从这地方 不要上当 不要迷惑在这个男女之间的事情 从当中解脱出来 那第九个 她迷惑你 最严重的就是 跟你身体接触 跳舞的时候 会让你身体接触 平常也会让你身体接触 那你跟他身体一接触 你就逃不了了 挡死了 上当了 有这九种方法 用歌舞 记乐 笑 啼哭 长久方语 用幻术来 装眼身体 还有用身体接触 这九种方法 所以我们男众 要知道怎么散 女众 我们正经的女众 不要学这种 我们学法求解脱 那比丘也应当知道这个 这是阿含金讲的 当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应当要怎么 去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来帮助自己能够 那个观 欲不尽法 肉为大患 应当出理为要 在家 好好忽念在家的这个出家 在家的生活里面 能够求出家 能够求解脱 出家里面 还好忽念出家 修行 不要堕落在欲 里面去 出家本质上 就是要离开 世间的五欲 能够在一个出家的 一个团体里面 能够出家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能够 有亲近的一个环境 我们修解脱法 能够不再掉到世间 那个五欲里面 所以当这个地方 那个 有一个叫四四难题 这个富翁 这个长者曾经问佛陀 我们怎样帮助一个人 能够 那个从 生病的人 能够教接他 那佛陀就告诉他 对一个生病的人 你要怎么教接他 这个牵着到佛陀 告诉我 你要叫他观 佛不坏境 事不坏境 法不坏境 生不坏境 还有慈戒亲近 那这个时候 你叫他这个 提醒他这个以后 你要跟他提醒 你会不会怀念 想念你的父母亲 如果会的话 你要跟他讲 想念你的父母亲 如果会让你的病好起来 那你就想念 如果不会好起来 那你就不要想吧 是不是 他这样知道以后 他会说 我不会想念父母亲 那这个时候 你要提醒他 你会不会想念你的妻儿 子女 仆人 庸人 还有你的财富 如果会的话 你要提醒他 如果会的话 你会因为这样的身体 病好起来 那你就想念 但是不可能 所以你不要想念他 那你 你会不会想到 天上的五欲之乐 如果会的话 那你病会好起来 那你就想 但是事实上不可能 那你要想的 从 想到射界天的 离开天上的欲望 想到射界天 但射界天的 还是生命无常的 所以你不要心念的 射界天的身体的 这个生命无常 你要求内藩乐 从这当中 从疾病当中解脱出来 得到自在 那这个父母他一听 马上悟到了 虽然他生病 他知道悟到 我要求内藩乐 求解脱乐 不要在世间的五欲之间 打滚赚不出来 所以我们讲这个主题 欲不尽法 肉为大患 出理由一样 世间里面都不能保证 我们能够得到 真正的快乐 只有佛陀的 所讲的虐盘乐 才是真正的快乐 所以我们离苦 得乐的妙法 从师论戒论 生生之论 我们要进入到 欲不尽法 肉为大患 再下期我们就要讲 苦极未到 世生地 究竟的内藩 得解脱 祝大家 能够早日 出家 圆满内藩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